你那个朋友什么时候离开 不知道 蒋春的房子就在楼下 让你的朋友去楼下住 这样好吗 蒋春的房子空着 没有人住 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不用她付房租和其他任何费用 不是比现在更方便 那蒋上那边呢 她那儿你就不用管了 玉婷是临时开发的 当初我给自己留了一套顶层 做临时休息的地方 她听说以后非要来凑热闹 她那一层本就是我送给她的 她很少过来 嗯 好 我回去跟清宁说 饭后两人离开别墅 明左先送苏西回玉婷 之后带着领九泽去公司 今天清宁休息正好在家 苏西和她说了一下房子的事 清宁满脸惊讶 我住楼下 那你呢 我还住这里 楼下也是你二叔的房子 不是 我二叔朋友的房子一直空着 还有这么好的事 嗯 你不愿意 没有 这么好的事我怎么会不愿意 你住楼上 我住楼下 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 不过 真的不需要付房租吗 这样 这样不好吧 你放心住 就当给她看房子了 那 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回来我就立刻搬走 一天都不耽搁 好 既然说定 正好清宁也休息 当天就收拾了东西 搬到了楼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